新隔魁林全轉換身分後 首度接受媒體專訪 內閣名單公布時程 首度鬆口 什麼時候第一波要宣布 答案是不知道 但是我想最後一波 應該在4月20號之前宣布 定下期限就是要讓新隔魁 還有一個月的時間 可以好好交接 先前傳出部會首長的職缺 可能淪為酬庸 林全霸氣否認 最後結果我會跟他講說 這個我覺得是應該這樣做 你不會聽他的 因為這個是行政院權責的話 但是要我最後說 說了才算 你曹啟宏是你用的 還是蔡主席用的 坦白講就是這個事情 是我同意的 鬆口農委會主委 由屏東縣長接棒 閒命阻隔的主導權 林全點到為止 自認跟小英分工有默契 行政院跟總統府各有職權 但日前工商代表到民進黨拜會 蔡英文跟林全聊得不是很開心 特別是因為長照法 林全提議增加營業稅0.5% 移證稅10%作為固定裁員 還因此被稱為加稅院長 屏東縣長 所以很多人擔心要靠加稅方法 來彌補財政平衡 這是一件事情 另外一個件事情是我現在講的 就是說你是為了提供一個 特別的服務 那你要必須找個裁員 這個部分你不能把證證叫加稅 還沒就職就被扣上大帽子 林全教授上身 解釋提出新觀點 同時也承諾不會優先處理證所稅 他已經回到原點了 回到原點的話 就是我講說 就稅改是優先性來看 他不需要優先性 面對問題不閃躲 執政沒有蜜月期 小英新政府林全有備而來 記者李世健 張良浩 SNG小組 台北報導